老國的民眾就稍微停下來來選擇東西 看是不是可以在祈賣的現場 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也先出來做愛心 中國信徒主持基金會 這次特別加工中心連學基盤祈賣 希望這份愛心可以團結得哄哄哄 每一年都辦點燃愛心之火的活動 那今年是已經進入第三次屆 也特別感謝我們中信 中信跟我們來配合 在全城147個點同時來舉辦這個義賣的活動 感謝所有的愛心媽媽們 他們義工還有所有的善心人士 為我們這些貧困家庭的小朋友 義買一些東西 這家裡賣的東西很多款 大部分都是生身人輸縮關鍵的 也還有人關鍵電主席的暖手樓 真是合體的整理冬的天氣 買一個回去來暖身體 透過等人愛心之火 我們希望募集到一定的金額 然後我們有方案性的 讓我們所有私住家庭 不只是補他的不足 另外我們就更做一些所謂的 脫離貧窮的方案 讓他們可以早日脫離避免 繞入貧窮的心軟 交付中心主人表示 這家裡賣的縫定 將會有家園生的來幫助禄生家庭 讓他們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但是交付中心 剛才感謝中國信徒基金會 願意跟他們合辦這家裡賣的活動 也感謝社會各界的身心優秀的關鍵 尤其是最近 幾個過年要到 社會各界都關鍵很多東西 來到交付中心 因為有天的愛心 這裡可以讓社會家庭 都過了一個好年 記者五位賣 彩虹報道